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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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去了以后的动作 对被判倒了 规定的手势是要按住自己的耳机 对 以示自己在听 看看这球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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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机会 扎哈维 右脚在尝试巧射 这下左边卢林 扣了一下以后 顾操卡住身位 参观吹了卢林 对顾操的犯规 进攻犯规 看看这次传出的一瞬间 不约位 不约位 扎哈维 扎哈维拿了以后 这个时候呢 而且还傻珠孔当 还是往门里送 右脚的传中球 这球中间没人啊 阳阔停了一下以后 把球解围 胡顶附近 扎哈维 但是这下没能打 在门框范围内 对 进攻的速度啊 李提香 直接左脚行程传出 投球 这球进了 这是一个直接投球啊 比赛打到68分钟 今天福利是怎么攻都攻不进去 而是靠肖志在很远处 肖志是之前拿了一张黄牌 但是呢 在进球之后 自己忘情的庆祝 拖一庆祝啊 对 肖志有一张黄牌了 自己可能也是忘记这一切了啊 所以结果 肖志还还在比划 我有两张黄牌吗 他自己可能也是忘了这个 确实有 确实是有 确实是有 看这球啊 左脚传球传出来的一瞬间呢 肖志似乎多探出去了一点点 但这下呢 当然VR也没有任何的表示 对 防守队员要记得自己身上有黄牌啊 进攻队员可也得记得 对 这下要中间 但是 第一下没能外出射门再来 这球偏出了力助 滑门而出啊 这是刚刚那个进球 才刚刚发生河南建业 可能还没有处理好 这下中间呢 柯招第一下补到位置 导致呢 刚刚和刚刚的那个进球 几乎是 才过去一分钟时间 看看这次就不错 但是这下又是没能打在 门框范围内啊 偏出了球门右侧的力助 几乎基本上是直接往 从后场往门里给掉 或者说是打中路 有球员是摔倒 在近期内比较痛苦 刚才这应该是 再来看啊 李提香的手肘啊 是击打到了河南建业队的 陈昊的眼角的位置 谈判的手势是 看他这个情况应该是 会出现红牌啊 一张红牌 给了李提香 而我们要知道这是 一旦出现 这是禁区里的动作 这是红点套餐啊 轮到程月累来表现了 程月累今天表现 这次李卡多 球进了 全场比赛 古时的第三分钟 李卡多打进一粒点球 帮助河南建业队 在客场扳平比分 这是终于打中门框范围内了啊 程月累有些无奈 对 复利再把球权拿下来 主材判 好 这个时候呢 主材判吹响